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爱德华 Station 停下来 只要走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伊丽莎白公园了 伊丽莎白公园它高度是150万米 是温哥华最高的景点 然后它的客流量每年可以达到600万次 它是温哥华市内第二大的公园 仅次于温哥华Stanley Park 所以大家呢 来这段是络绎不绝 所以 随记者的镜头 大家可以继续观看我们第二集 这条又是一组 那边是南美的植物 你看一个树叶差不多比一个人还大 一个房子那么大 那个是阔叶的 是要么松的 要么松的植物 没有一个人还有 这个地方太坏了 这个地方太坏了 这个小朋友欢迎直播 我们始终不断高水 我们依求直播传真 今天我们在疫情期间 偷闲啊 往里偷闲 在这边做一个期开 咖啡 当下来建议均 对 猪猪獃 我需要当下来建议均 這邊還有一場 它是在石頭上 把這個公園的地方 藏起去看起來 其實是很不錯 有點高的 很高的 有地方的草花草 草鱼木轻轻打造 我们走到齐心 竟然也闻到 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味道 像是Narihona 像是大麻的味道 对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谁的味道 有可能是谁 应该是谁的味道 这些草的颜色非常好看 千万别再摘坏 沙发出什么 这些草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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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一个草花草 看到中国的草花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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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